欢迎收看 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收看 好 来 欢迎今天的来宾 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经大哥 金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是前立委 文化大学副教授 郭正安委员 委员好 大家平安 还有资深媒体人陈凤馨 凤馨姐 欢迎您 大家好 好 首先来看的呢 就是两位美国的这个议员呢 一位是民主党的参议员 叫做乔恩泰斯特 另外一位是共和党的 叫做麦克朗兹呢 最近这两位议员呢 他们提案 提什么案子呢 2023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 乍听之下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法案呢 好 来看 重点是呢 要从农业安全列入外国人投资房地产的国家安全 决策的范围内 可能听起来很拗口 但是简单来讲就是呢 禁止中国人士来买美国的土地 特别是农地 那么就是这样禁止中国 俄罗斯 伊朗 还有朝鲜的实体以及个人投资 包括了法人 包括了个人 来买这个美国的土地 或者是涉及美国农业相关的企业 好 华尔街日报就特别报道说呢 农地交易现在变成了美中关系的引爆点 中资玉米加工厂靠近12英里外的福克斯空军基地 构成了安全风险 因为玉米的工厂现在也有事 不过我要先问一下静哥的 现在提的这个案子 就是禁止中方的人士来买农地 因为说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我想问的是中国购买美国的农地跟食品安全 国家安全到底有什么关联 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禁止买卖呢 我想就是有关这个粮食安全在广义的之中 确实是国家安全中间的一环 但是粮食安全是指公民员的安全 以及这个供销体系的安全 它能够就是在这个政策规划上的时候 具有选项的自由 在实际上实施的时候具有行动的自由 但是就不是把农地或者土地抓在手上 事实上美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跨国营运根本就是稀中平常的 美国在中南美洲投资了很多的农产 全世界都有 甚至就是说在这个中国的新疆 去投资去做那个番茄酱种番茄 所以我就讲美国这个不能有双重标准 只准你去别人国家 而不准别人国家来你 但是最重要的安全是 美国是粮食输出大国 美国有缺粮的情形吗 我们今天谈农业问题 三农就是农业 农民 农村 对不对 美国它的这个就是说 你到超级市场里头 它的这个菜篮子是很丰富 可是你算一算 咖啡 可可 药材 巴勒 香蕉 芒果 这些都是从国外而来 而且都是靠美国的公司 不是买别人的土地去做 就是跟人家签了契作 我们经常读到很多 中南美洲有很多悲惨的农业的 就是受到迫害的 甚至得到过诺贝尔奖 那其实都是美国的资本家 在后面就是说这个操纵 然后形成了很多 而且美国有时候去取消这些国家 叫它Banella Republic 其实后面在香蕉的买卖之中 这个透露很多很悲惨的 帝国主义的这个色彩的事情 所以今天这种立法是见数不见领 而且没有看到这个全球化 其实这个农业功勋的整个架构跟版图 其实美国是很大的玩家 而且具有绝对的优势 甚至今天中国大陆在发展农业的时候 还要养美国的就是鼻息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真正农业最大的一个灶门 就是育种业 中国大陆每年要向美国进口 这个数量经营的种子 而光这个种子育种的科技 就是真正就是中国大陆 经营与农业的痛脚所在 所以过去20年来不断的呼吁 我们一定要在育种 否则的话 我们的命脉就被老美捏在手中 现在这个问题我可以跟各位讲 这个其实就是美国整个社会有一个集体焦虑症 所以很多的决策都会各种的冒进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觉得假如按照这个趋势再下去 整个决策会越来越建树不建领 而且会误导的情况会更严重 这时候我想继续请教您 因为这个农地的买卖应该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以前买没事现在买有事 因为现在把它掀出来是因为所有的这些 我讲实在话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魅俗 因为以前要讲这个问题 包括这两位 对因为以前不会有这么大的媒体曝光率 现在凡是这个街都是反中风云 所以在这个反中这个氛围之下 就是说假如任何东西去沾了就是说 这个叫做中国的边 很可能它立刻它就会市场崩溃 所以现在你举的任何一个东西把这个矛头 因为那个立法之中事实上对的是中国大陆 俄罗斯的伊朗跟北韩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所有媒体报道出来 还是以中国大陆为主 对所以这就是整个的问题所在 只是说大家跟着感觉走 但是根本就不是理性的 这主基调还是逢中必反就对了 那这个时候也看到说 华盛顿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呢 最近也指出说呢 中方中国人这个所拥有的美国农田的产权 他们算了一下 统计了一下是从2010年的8100万美元 攀升到了2020年到了18亿美元 这数字的金额呢攀升得非常的高 那目前呢 美国至少有11个州的立法机构呢 也正在考虑要制定相关的法律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哪些州呢 包括了蒙大拿 那怀文明还有新泽西州 以及北塔科大州 北塔科大州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 这个大福克斯市的市长就说呢 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话呢 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去妥协的 那先前呢也取消了一个中资 就是中方投资玉米加工厂的项目 问题是 我想请教委员 中资在美国买农地 然后呢大局买地的目的 现在被怀疑 您怎么看他们的目的 那还有就是说 难道美国没有在其他的国家买农地吗 这不能类比 事实上俄罗斯伊朗跟朝鲜本来就没有买 没有一个case 早就实质禁止了 所以这个法的主要的意义在于 他把中国类比到俄罗斯伊朗跟朝鲜这个等级 主要的意义在这里 那这个拜登他自己就要深思了 你要把中国类比成这种国家吗 那你不是说你跟他是竞争关系 不是冲突关系 那你如果列比为俄罗斯伊朗朝鲜 那就是冲突关系 就是马归的同一类了 当然啊 所以你拜登先要否决这个法 现在还是提案嘛 不我知道了 我的意思说这个法的真正的意义在这里 不会有人去计较中国买了多少地 事实上已经有人做统计了 现在美国人外国籍的 持有的土地 中国是第16名 那占比不到1% 第一名是加拿大 第二名是荷兰 那事实上前16名都没有俄罗斯啊 那日本也只比中国多一点点 对 也没有很多啊 只是恐中幼致病啊 所以 我觉得这个法的主要的意义是 他要把中国类比为俄罗斯朝鲜跟伊朗 那各州 像德州那个法现在也在被抗议中啊 那德州是第一名 那 北达可达还不在前十哦 第一名就是德州 遥遥领先 那第二名是北卡 那事实上大部分的州都是共和党的州啊 大部分啊 比如说这个北达可达就是中西部嘛 广义的中西部那完全是共和党的州啦 对 所以这种立法我认为 反正就让他走嘛 不用担心嘛 所以这个提案你觉得会过吗 不会过 先提再说嘛 那不会过 共和党这种法案多得要命啊 但是都没不一定过 我认为不会过啦 这个民主党如果去支持那里就等于跟中国直接杠上了嘛 就是您刚刚那个逻辑嘛 你把人家当成俄罗斯嘛 对啊 所以不会过 不过这个刚刚也讲到说华尔街日报呢就说 可是地方的不一定 德州不一定不会过 因为德州现在有一个法案 他因为有那个所谓red neck 因为这个农民啊做工啊 你只知道都晒得很红 所以这种的农民多半很多都是支持 都是共和党 对 都是共和党 中西部非常 所以这些是根据票源来立法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华尔街日报 这个农地交易会变成美中关系作为引爆点的这个题目呢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个案啊 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 在明尼苏达州边界这个大福克斯市呢 那么他们就打算要建一个7亿美元的玉米加工厂 当时呢被认为说可以啊 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 而且对当地的农户来说 提供一个出售玉米的地方 不过呢 这个空军官员的一封信件就宣说 宣称说呢 这个玉米加工厂因为靠近12英里外 福克斯空军基地 所以呢是构成很大的安全风险 所以刚刚看到这个市长就说呢 涉及到国家安全呢 当然就没什么好谈啊 经济是无关紧要的 好从这个个案可以看到是说 原本投资案本身来讲 当然是因为当地有需求 才会有这个案子 可是呢也有看到像在 美国有些大型的农业集团 比如说像是孟山都 那难道说这些集团所 产制出来的产品 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才会引进中资吗 宫妮姐 我们先来想一想中资 为什么要在那地方 他先是买了这个玉米田 然后接着在那边设一个玉米加工厂 所以他其实是一连串的 那这个地方本来其实就是在广义的 美国玉米在中间 所以中国大陆到这边来投资玉米 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 你想去年中美的这个贸易 创了历史新高 而当中呢 中国大陆跟美国所采购的项目当中 最多的其实就是古物 包括了大豆啦 还有玉米啦 这些其实都是 中国大陆采购的重点 所以美国是一个农业输出的大国 而中国大陆是一个农业进口的大国 尤其是黄豆小麦玉米 尤其是黄豆跟玉米啦 小麦的话中国大陆自己 还有比较大量的产制 但是呢黄豆跟玉米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其实就大量的依赖 外国的进口 所以它本来在这件事情上面 中美是互补的 那以中资企业来说 现在在美国的农业相关的企业当中 它扮演什么角色呢 它扮演的就是我拥有市场 如果我在这边能够把上游打通的话 我是不是就变成有一贯作业 因为我本来在市场 可能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分销啊等等的 我本来就拥有广大的这些行销点 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那时候猪肉市场 当时在讨论的时候 你知道美国的几个重要的猪肉的出口商 都是中国企业 就是中国投资的企业 因为主要猪肉就是销往中国大陆 所以这边有行销通路 你这边有上游 然后如果再把加工厂都完成的话 它是一贯作业 所以从中资来讲 它有它的利基点 它的利基点就是我拥有市场 这个是你美国企业来讲 你虽然美国企业如果要这个拥有了农田 然后再拥有加工厂之后 可是接下来你要卖给谁 你还是要卖给中国大陆 所以这是中资的利基 所以它想要往上去投资 这就是这一次呢 这一家护丰 这大陆的护丰 要去投资这个大福克斯的这个玉米田 然后成立玉米加工厂的背景因素 你知道这个案子 其实我最近华尔街日报在写的时候 我有点吓一跳 我想说 这案子不是已经吵了很久了吗 我大概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 最近又被拿出来讲 因为它两年多来都没有定案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吵了两年多没有定案 我那时候以为已经解决了 因为那个时候的福克斯的司长呢 是支持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有人提出了抗议啊 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啊 但是当地的市长 还有当地的市议员 基本上的方向是支持的 最近这个市长改口嘛 对 关键就在于 关键就在于它改口 好 那我们就回头去看这个改口 因为这里面很荒谬 他们讲的 就是说 荒谬 你知道 那个玉米加工厂 距离那个空军基地 12英里是什么概念 19公里 19公里 很远 很远 其实它19公里 我们能够看到 19公里外的东西吗 非常难 然后你要用什么样子的角度 去思考说 它可以在19公里外的玉米加工厂 可以窥视19公里外的空军基地 一边种玉米一边减砍 对 这个概念 就那个恐惧症 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那个空军基地的空军官员 一直反对这个购买案 但是当地的市长跟市议员 原本都觉得很荒谬 所以支持 因为这有带来就业机会 同时对当地的农民也是好处 可是现在呢 我觉得这一个布兰登呢 他改口这件事情 就反映了整个情绪变化 我相信对他来说 他的改变就意味着 他听到的选民反对的声音 是大于支持的声音 所以当地的选民 可能是反对大于支持的 反对大于支持的 而且是那个恐慌 我印象很深刻 其实我记得在那个 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时候 就对于那个农产品的 一些相关买卖 因为当时中国大陆 2018年19年主要的制裁对象 其实都是美国的这一些农产品 所以美国农民其实受伤很重 我记得那时候 美国其实曾经有过 一连串的采访 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是 当地的农民 他们真的受重伤 就他们的农产品收割了 然后不知道要卖给谁 储存在股仓 这个股仓里头 可是他们没有那个 长期的保存的这一些设备 可能就会腐烂掉 所以他们非常的紧张 可是再访问他说 那你知不支持川普总统 打这个贸易战 他们都支持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 在美国那种充满了那种 恐中情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案子 所以只要是恐中 只要是反中 农民就算是生计出现问题 自己受影响 还是一样 这是我们台湾的一句鼠言 肚子扁扁也要支持阿扁 对不对 这现在是肚子扁扁也要反中 我觉得这个案例的转变 是这样的情绪变化 我们提到说美国农业现在对 这个公司我稍微介绍一下 富丰集团成立于1999年 它是山东的民营企业 那它主要的生产 它是中国最大的味精厂 那它就是在玉米加工过程中 产生各式各样的产品 包括骨胺酸 味精 黄原胶 还有淀粉的甜味剂等等 那它是在香港上市 所以跟国营事业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如果说 它跟国安有牵连的话 你起码要拿出证据来吗 这个政治的指控不需证据 帝国主义 做什么坏事都不要理由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 政经国议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